字幕提供 回到第三節的歌立大台 我剛剛想起要發訊息 你先說些東西 說些東西 再讀多次課金 三百元做得很好的彤彤扮嬌姐 很搞笑 扮得很好 哈哈 感謝 讀完了 沒有貨那麼多 沒錯 我覺得很過份 大家說一下 給點反應 剛剛發訊息 不知為何一開麥克風想起要發訊息 坐在樓下這麼久都想不起 所以答不了少少 喂 大家好 看到聽到我 喂 今天這一節 就想講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 是做甚麼事 就是 讓我找回那個出來 找回那個晴天霹靂的出來 就是 這個這樣的 港電局 港電行政管理 香港啊?內地啊? 不是 當然是大陸 香港有港電局嗎? 不是 我好像沒有 香港沒有 香港沒有這樣的局 對 我沒有 雖然有 這麼上下的名字 但不是這個名字 香港只有電檢署 香港是 其實香港曾經是很寬鬆的 不過現在不是 其實寧願它有一個港電局 香港現在是警察審的 現在是除了電檢 電檢只是批三級制 除了 不是那些新華社都會審的嗎 那會不會 不是 現在不是 現在是警察會審的 是嗎? 現在是除了電檢條例之外 有電影三級制 之後就是 國安處會看它會不會違反國安法 是嗎? 嗯 那是這兩個部門 國安處 所以就國安處要審 國安處有權 OK 其實國安處審還是不審都不知道 但是 但是已經好像 去年是有 九套 還是十套戲是 上不到 上完不到 那就是 就是被國安處禁止 但是我們今天不是說香港的話題 是 我們是說大陸 港電局 剛剛出了一個批文 就說 一個公告 就是 要整頓 霸種微短劇 是呀 皇后 皇后呈天霹靂 是啊 我都經常看 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 我也專門看霸種 那你主打也是霸種 是啊 以前微短劇就不是全部霸種 不是呀 全部都是被人下藥 和霸種 我想問那個清潔阿姐 那個叫做 那個落禁了很久 叫做霸種 那個 清潔阿姐的那個 皇媽 是 在浴缸掉了 在浴缸掉下去 然後跟她二十幾歲 翻輪 噢 那個就是BANG 是不是霸種 那個是 那個是 那個就是太過分了 那是太過分了 那個他們覺得太過分了 其實我覺得 挺精彩的 我覺得沒有什麼過不過分了 這樣 喂 說一下她想怎樣管 先這樣 那就說 喂 各省 廣播電視局的辦公室 就在這裡說 港電行政管理部門對微短劇 一手 一手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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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規範管理 另一手抓什麼呢 就是抓創作提升 一手要管理 一手要創作提升 在強有力引渡下 微短劇題材 題材也進一步豐富和創新 湧現了一批優秀作品 豐富人民群體多樣化 多層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生活 其中 以企業加群體作為故事主角的微短劇 數量不斷攀升 故事內容有聚焦近代民族工業艱難崛起 也有描寫上世紀九十年代下海扮實矣 還有表現當代個體工商戶 中小微企業主科技人才等 自主創業實現人生價值 一些作品播出後 講受網民喜歡 近來一種被網民貼上霸總標籤的微短劇 持續霸評 代表成功權力財富的霸道總裁 角色設定 以及愛上我的浪漫劇情設定 娛樂性強 情緒價值高 吸引很多網民一邊套租一邊追劇 但是由於市場的追捧和同質化內容的競爭 為追逐流量 一些製作機構增相編排嚴重脫離 生活現實和現實邏輯的情節 正在將此類微短劇 推向過度娛樂化的泥談 微短劇規範化精品化的成果來之不宜 是全社會全行業共同努力的結果 為避免低俗和惡趣味內容被披著霸總外衣橫行其道 衝擊微短劇向上向善向好的發展態勢 現提出如下管理要求 請大家嚴格執行 有什麼要求呢? 總共有三個要求 第一,堅持實現主義原則創作表現企業加群體的微短劇 要接近了解、研究企業加群體 以及他們實質生活為素材 他們實質生活就是經常被人相規、契察 但是一說實質生活又不行了 是啊 因為無法重 是啊 並進行價值提煉、審美昇華 避免用寫實的外衣 包括荒誕不經的故事 更不能以荒誕藝術手段為藉口 隨意編造過度離奇卻鐵罰價值關懷的情子 從而影響大眾對中國企業加群體的認知 損害企業加群體的形象 不是,現在形象不錯 第二,主動設置議題 講好歷史上和當代的中國企業加故事 積極引導扶持創作 傳播弘揚愛國經驗 手法經營、創業創新 回報社會的優秀企業加精神的微短劇 為經濟發展營造良好輿論環境 避免過限於愛情施扯和家庭糾紛 尤其要防止宣揚攀附權貴浩門附庸的戀愛戀分官 即是你不可以 不可以主要霸種 你不可以為錢而嫁給他 你不可以為錢而嫁給他 沒有,短劇沒有為錢的 短劇通常都是愛上了才發現那個是有錢人的 不是的,他有其他 是嗎? 有些是做小三的霸種劇 是嗎? 有那些什麼病態劇 有那些 有一堆 病態劇 有一堆是 先是 有一堆是 陳秀慧告訴我 他很喜歡看 那些什麼 強制愛系列 你有沒有看強制愛系列 他沒錢做他的金絲 然後後來就 後來就慢慢逐步 他又可能強迫你 又manipulate 又監控你所有的心臟 其實是八月光那些 就是這麼失陪欲了 他總之很粗暴 然後又經常恐嚇你 又說要堆壞你全家 斯德哥爾摩侯魂症 然後女兒固然會慢慢喜歡霸種 但後來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原來你是霸種的初戀 是啊 有看這些 那他初戀為什麼要包人呢 為什麼不要好地追人呢 我想要做什麼 不是 他那些 因為通常那些 白月光那樣 然後女兒又不追她 那他就用 或者鑑Tolia 就要你埋她身 然後讓你愛上她 他就是強制愛系列 陳秀慧最喜歡看這些 強制愛系列 都是禁失陪欲 他不單止禁失陪欲 他有一些劇情是 簡直說女兒去逃避她 他穿州過省 改名換姓 誰知道她天羅地網 都追過來 都捉到她 然後通常那些劇情就是 通常那些劇情就是這樣 通常那個場面就是這樣 那個女兒在街上遇到她 然後霸種下車 你以為你逃得出我掌心 然後旁邊就會有三十幾個 穿黑色西裝的人 然後湧出來了 Miniatrix 哈哈 那就是這樣 這些不行了 這些陳秀慧最喜歡看的 強制愛系列 不行了 第三 加強對霸種微短劇的管理 壓縮數量 這個大姐 不准拍這麼多 壓縮數量 提升質量 不以霸種之類的字眼作為片名 吸精引流 對重點微短劇和普通微短劇 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做重點普通 要嚴格把關加強調控 對平台自審的其他微短劇 要加強巡查監漢 監督平台落實主體責任 進一步健全內部管理制度 提高審核把關能力 防止存在刻意通過拜金 元父元權 享樂等製造爽點 對主題的把握和主角的塑造偏離 主流價值導向 以及宣揚不勞而獲 一步登天 一夜暴富的人生觀 價值觀等問題在微短劇 等等有價值觀的問題 這些微短劇 就不可以讓他們上線播出的 這個是早幾天 早幾天 11月22日 還有什麼好看的 唉 真是很 你看看 彤彤 看見黨大業 彤彤都馬上借皮 都借皮 微短劇就是看霸種 還有看那些很窮的女生 永遠都有個霸種暗戀了十幾二十年 哈哈 是啊 是啊 或者你總要有幫忙的時候 她就會走 是啊 是暗地裡照顧她 一邊看著她在那裡掃地 沒錯 在那裡剪草 好心你買那塊皮 好 哈哈 是很好看的 我也覺得非常好看 喂 這樣呢 微短劇是很大的產業 但是我覺得 大陸網絡就是這樣的 大陸網絡就是這樣的 大陸網絡 尤其是 疫情這幾年 差不多近乎是 一年一樣東西這樣轉 譬如 大前年就是爆那些搞笑短片 搞笑短片爆了一輪 譬如搞笑短片之前就是 跳舞 跳舞和Challenge 跳舞和Challenge 差不多熊了一段時間 TikTok其實追不到 抖音轉得很快 然後搞笑短片就是熊一年 然後搞笑短片熊一年 然後大貨直播熊一年 大貨直播熊一年 大貨直播熊一年 今年二三年 尾到二四年 肯定是微短劇年 其實微短劇 其實微短劇 微短劇都帶來多少希望 首先微短劇 有一群不是演員的人 他們不是演員 有一群不是上流的演員 然後那群人都湧出來 馬上有知名度 馬上有流量 有錢 而且微短劇原本百花齊放 就是因為它很便宜 管不了 它便宜得很厲害 它便宜到有些微短劇 當然也很粗濟濫 但有些是便宜到幾十萬人民幣 香港以前也試過 幾十萬 五、六十萬 因為它加起來 一個微短劇大概是兩個小時左右 幾十集加起來 其實等於一部電影的長度 等於幾十萬拍一部電影 幾十萬拍一部電影 是 它有這個彈性 我以前小時候也試過幾十萬拍一部電影 但我想說香港現在是不可以幾十萬拍一部電影 香港是幾十萬拍不到這部電影 香港現在試到這麼厲害的時候 是拍 香港現在試到這麼厲害的時候 拍一部電影 拍到電影無端端都要千萬 我也不知道做什麼 也不知道拍又做什麼 那你千萬的演員也有些價值在那裡 他都受不了 你受不了 那你每一部都上億 每一部都上億 每一部都上億 這個視度就不是差的視度 對不對 雖然現在很奇怪 視度又很差 然後電影又破紀錄 但是它不會持久的 你也知道一定不會是這樣的 你也知道下個月就慘了 你也知道之後那幾個月都會慘了 當然的 實在是 然後 其實現在也是慘了 譬如像破地獄 破紀錄一樣 其實破地獄的破紀錄是一個 一條算式是很奇怪的 因為破地獄破紀錄 破了紀錄 但是 其實它是差不多所有戲院一起上的 嗯 那你所有戲院一起上 那你就知道那條數多恐怖 因為破地獄 就是它每天好像很誇張 譬如差不多 頭一個星期 是差不多每天一千萬 每天一千萬票房 那就先瘋了 那就是全香港的電影票房加起來 就是每天一千萬 每天一千萬 那就吃屎了 那那些戲院不要瘋了 每天加起來只有一千萬票房 做來做什麼呢 電影 還有什麼意思呢 但是我不是想說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那個困境 其實大陸的電影也不是很好 其實大陸的電影 電影、電視的行業 都是處於那個 票房又是慢慢緊 然後它當然有些數字很大 但是其實大家知道 有些數字根本就收不回 有些數字根本就不是的 有些數字它有那個數字在 但是它可能是送票 可能是一些招待 或者其實有幾場地拆掉它 然後有個數字就算了 但是微短劇呢 微短劇它很... 而且因為那些東西開始很貴 那就是大陸也開始出現那種 以前或者現在的香港那種狀況 就是演員這麼貴拍戲嗎 那市道又不好 你又不是很夠膽 因為開始成熟了嘛 你又不開始... 又開始不可以讓新人無端端這樣 然後或者找個網紅 或者找那些脫口秀演員 然後就做個主角 他又不可以這樣 然後貴的那班又很貴 但是微短劇就提供了一個突破 就是它真的可以很便宜 拍的人也很便宜 做那些演員 都不知道在哪裡找回來 總之夠高就可以了 男人要夠高 女人要夠矮 夠矮就可以了 高矮他們兩個搶三個頭 可以拼起來了 那麼他剛剛才開始 形成了一班微短劇的升 就是開始有一堆人 他們是做微短劇叫做有名的 而他不是傳統演員 然後你說那些是爽片 那當然是爽片 幾分鐘的條片 那他當然是流量度向 但是你現在又搞他了 這樣就 只能夠說是陰狗公 至於你說好還是不好 講微短劇這個題目 都講了幾次 當然他反映了精神面貌 但是 其實最初不是全部都霸種 全面走向霸種 我想是這幾個月至半年的事 那是一個供求的問題 實在受歡迎 對 實在是非常受歡迎 還有其實霸種劇有數 其實微短劇就很多 但是肯充值的劇 多數都是霸種劇 即開始有了某個群體 微短劇看就很多 但是其實就是 你也是免費仔 其實很多是免費仔 但是 我只是想問怎樣充值 他是有一個平台買的 有幾個平台 有主要 譬如騰訊 騰訊 但是騰訊也是可以免費的 即是他可以加入滿員 不是 他看到某個位置 就會要付錢 他看到某一個位置 就會要付錢 但是其實你不付錢 你就在別的地方看 因為很多搬運工 他搬運了出來 你就在別的地方看 但是為什麼霸種劇 是最多 最有市場 就是因為霸種劇有份 然後 然後那些粉絲就會想支持 那個男演員 或者女演員 然後就去充值 其實他不是不充值 看不到 而是他覺得 喂 我充值就幫到誰 幫到誰 即是香港支持MIRROR 那樣的想法 簡直是 簡直是 所以 慢慢的 那些平台就會發現 喂 穿越劇不充值 或者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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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主劇 不是那麼 女主劇 那些男人不充值 你知道嗎 是那些女觀眾才充值 這樣 其實 現在有些 譬如有些報道說 微短劇是中老年人看的 其實不是 其實 其實就不是 微短劇的市場 其實很闊 應該這麼說 觀眾群很闊 但是 為什麼會慢慢傾向了中老年呢 就是因為大陸和香港都一樣 就是付費的那些人是中年人 嗯 就是年輕人都看的 但是年輕人不給錢 於是免費的 於是免費的就失去了話語權 然後有給錢的人 也就是說 中女 或者中女以上 他們比得越來越多 他們比得越來越多 然後他們的大數據就告訴你 是呀 他們看得多 那我們傾向他們 所以那些霸種劇 才會霸種到去 去溝通清潔阿嬸那些 就是 就是 那都是一個市場道向 那你說 健不健康呢 那些 那些 沒得這麼說的 就是 你那時候 本身的平台 其實已經管得很緊的了 就是有什麼 有什麼不健康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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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霸種劇 最不健康的題材就是 就是 經常都是 先迷奸 後發現 誰迷奸他 那些 就是 被人迷奸完 然後又愛上迷 但是 但是 都是一些 甜蠱橋段 那些 但是 有一件事情 我就覺得 譬如我看剛才那個報道 就是那個文件 它很專注在 首先要減產 就當然了 它都說了要減量 這個世界末日 但是 蛇有蛇路 他們再找 他們總會有一個 生態轉出來 但是 托賴就是 如果我們在做這些 我們就會很痛苦 就是 你經常 你動一下 這個就等於以前 以前我做大陸劇的時候 或者拍大陸戲的時候 以前那些審批就是這樣 動一下又改這裡 動一下又改那裡 動一下又改那裡 改來改去 那時候我做大陸劇的時候 忽然之間說 不准拍 不准拍古裝片 神經病 不准拍古裝片 也不想怎樣 你想想 去到那個片場 全部都是古裝景 不准拍古裝景 整個橫店不能用 不准用古裝景 都不知道做什麼 神經病 但是 它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 這件事情 其實對國家發展 真的不好 譬如 它那個文件裡面 說到就是 不想要那些一夜報復 不想要懸賦 懸權 不想要這些東西 但是我覺得這些是 正面價值來的 很現實 很寫實 還有 尤其是在大陸來說 現在就是 現在就是失去了 整整一個 generation 的 貪慕虛榮的動力 你現在整個 generation 就是躺平 一個計縮數 是的 躺平 逆向消費 反物質主義 然後 儲錢養老 然後 怎樣 吃草度日 那些 喂 你要有些 你要有些發達的遐想 你要發達的遐想 給它才行的 你要讓它發達的遐想 有錢可以 忽然間有錢可以逆襲 有 當然 我也討論過這個問題 就是 譬如 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 其實只是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 都很多的 八十年代的小子成長電視劇 其實都是逆襲 他都是講過窮家小子 主要就是王逸華飾演 王逸華 經常都是勤奮 努力 後來把握到機會 然後就發達 但問題就是 但是在那個年代的節奏 他需要用三十集的時間來逆襲 還有他真的要做事 中間又真的有些事情 但其實 本質沒有變的 因為 王逸華離不開 都是 王逸華離不開 都是救了關海珊 或者娶了周凱明 其實 他離不開 又或者娶了劉嘉玲 他難道是打工儲錢 儲得發達嗎 不是的 其實他只不過 那個是敘事節奏慢 其實他不一樣是這些 過程都艱辛一點點的 他過程可能被人欺負一些 或者他有嘗試過 有努力過 但結果又是娶了劉嘉玲 又或者幫了關海珊 例如你去就只有兩個方向 又或者發現關海珊根本就是你爸爸 其實都是這樣的 只不過是 有幾濃縮的意思 現在就是 大陸微短劇就多了 要是他本身就扮的 要是另外就是 後面有個人一直幫你 又或者忽然間走出來 然後就說 其實你是 你是江城的首富之子 其實你是失了億 又或者你是首富之子 但是 引導發達的慾望是需要的 尤其是現在 現在真的太少了這些價值了 他們又不消費 又不拼搏 又不想上流 那你怎麼辦呢 等於我今天早上說 那個 做體操的吳柳芳 他做抖音 他做擦邊 擦邊抖音 你也說得是擦邊 比網紅爆紅上位 是要的 其實那件事好像 古代的科舉考試 你階級永遠都是分明的 這個社會 他永遠都是有階級的 還有 說人和人之間沒有階級 是假的 其實貧窮一定是繼承貧窮的 有錢一定是繼承有錢的 你說 白手興家其實是有的 就算是最興旺的年代 其實都是少數而已 已經是多數的了 但是就算你有幾個百分比的人口 可以白手興家 已經很誇張地很多了 但是其實是不可能這麼多的 所以你怎樣都要保留一個 首先社會要塑造一個稀奇 就是 白手興家這件事 或者是突破階級這件事 在社會上是存在的 你要告訴他們是存在的 甚至乎你不能夠 現在我覺得那個方向錯了 經常都叫人 為你踏實 欣勤 等於那時候 我覺得很錯的 那時候 在說幾個月之前的事 大陸的網絡在討論 逆向消費這件事 逆向消費就是不消費 他改了名字 逆向消費就是儘量儲蓄 儲蓄 那時候是熱手上了熱話 接著 新華社有篇報導 評論說 儲蓄是一個美德 是不可以這麼說的 是不可以這麼做的 你等人很懶惰 瘋狂消費的時候 你就可以裝作說儲蓄是一個美德 但其實社會是需要人們瘋狂消費的 要不然那個社會 儲蓄型的社會是很恐怖的 儲蓄型的社會 和他一旦建立儲蓄的習慣 他會儲蓄很多年 他不會這一季儲蓄的 如果他只是一季儲蓄 那個就不叫儲蓄的習慣 儲蓄的習慣是一個年代 一旦有一代人建立了儲蓄的習慣 那裏有二十年就不能旺了 所以你是不能夠去 當然你不能夠否定他 你不能夠說 有錢就不用這麼做 你又不能夠這樣說 那你如何誘導他呢? 你就是去告訴他 消費會帶來什麼 消費會帶來榮譽 名牌或者奢侈品 他會帶來一些 一些 你整個人的價值的提升 但是這件事是不能夠官方說的 你不能夠在官方鼓勵 多洗一些 你每天都穿這件衣服怎麼可以 你不醜? 你不醜?我都醜 你沒有辦法官方說這些 你就靠流行市場去說 你就靠流行文化去說 是靠流行文化去令他們 希望追逐潮流 或者追逐某一種的生活價值的提升 而微短劇我覺得有這個效果 微短劇至少 你也會 當然他很誇張 但是那些東西 他會自然修定 但是他們會先想發達 起碼想要先想要用金錢 起碼想想要怎麼怎麼 當地霸種送 雖然他是一款玻璃 但是他經常也送 打開盒子 有一些玻璃 然後又說送了一堆珠寶 然後女主角又丟到鼻子 你以為這些可以收買我 你要有這些東西才行 我覺得方向錯了 除了有這些價值觀散播之外 就是譬如做網紅忽然之間爆紅 其實是一種逆襲 就是你本身是 那就是一個罕有 非常少有的逆襲渠道 但是他罕有之中的可能性又不是說 去到零的 那你就變成了 尤其是現在做網絡 作為工作的比例已經這麼高 雖然那個研究就是說 譬如在那些直播主 有九十幾%是 平均幾千元的收入 但是幾千元在某些城市來說 是可以的 幾千元某些城市 是可以當作是一個工作這樣做的 而且你一旦被他 不知道爆發了什麼 有時候抖音小紅書爆發的 他某些時候爆發了一件事 然後又上了 那你令到人們保持稀奇 那個情況就等於 那些人古代考科舉一樣 其實考科舉每年都是出幾個狀元探花的 但是 就可以令到人們前仆後繼去考 那對社會穩定的作用很大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 杜絕這些事情 有時候那個價值觀拿得太緊 我就覺得 就懂得其反 尤其是微短劇 這個是 不過我覺得他們會尋找到一個生路 這樣 我們又拭目以待看看 拭目以待看看 到底霸種熱潮之後 下一個熱潮會是怎樣 他總會找到一些 他蛇有蛇路 那他轉了一個名字 不叫霸種就行了 照計就一定是這樣的 照計就一定是這樣的 但是他都會抓的 那你就經常走來走去 好像販毒一樣 他 其實最初 而微短劇最初 最初有 就是在剛剛前年的時間 其實之所以會爆 其實是因為穿越劇 他最初第一浪是主打穿越劇 那為什麼主打穿越劇 其實也是因為電視劇禁了 然後電視劇禁了 如果不能做 那他就整堆穿越 就搬去微短劇 嗯 但是接著慢慢 就那些逆襲劇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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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逆襲劇 然後開始慢慢 給霸種劇 又完全是佔據了市場 這樣 還有他那個 他那個 他回收到錢了 嗯 他很實在地 比起 比起票房和電視劇 更加容易回收到錢 因為電視劇其實很難賣 電視劇的產量又很高 說就說可以賣很多錢 但是電視劇有很多關卡 就是電視劇賣錢有很多關卡 就是你賣到 譬如你賣到 舉例 你賣到 200萬一集 你賣到200萬一集 他中間很多 有幾十萬就給了那一位 幾十萬就在那部門 幾十萬就要何以香港 我們出鏡頭 收到200萬一集 這樣子 來說拍到了 ein百萬一集 這樣做 很多吃白果的電視劇 但是 微短劇 為什麼它 generate這麼慢呢? 雖然免費仔多 像你 Caro 免費仔雖然多 但是他給錢的人呢 他給的平台呢 而平台可以做 他覺得中間沒有那麼多關卡 你給錢拍劇 然後劇上架 然後很快就可以變現了 嗯 變成變現速度比電影快很多 比電視劇快很多 電視劇首先要拍很久 拍完,批文又很久 你又要賣 賣又要很麻煩 他很多規範 譬如他有分一線電視台、二線電視台 你上完一線 又不知多久才可以去二線 他又有個時期 你搞來搞去 那個回收期 分分鐘搞兩年 才有個回本期 即是錢就擲住了 電影就更久 電影用久的電視劇 你想啊,你又要排 然後當期又要搶 當期要搶 你去完戲院 戲院又回來了 然後有些又在中間 有些在中間 又搶了一、兩間公司 你去完戲院又去了那個發行商 那個發行商又去哪裏 然後才去到你那裏 又要排排 有時候他大賣 中間你等不及 你已經破爛了 但是微短劇就很快了 微短劇那個數期很快 所以為什麼會去 那個都是整個商業生態史研 但是 所以我覺得整頓他 你說 但是當然大陸的道德觀很強的 他大陸是全世界最 道德標準最高的國家 我都明白 我都很仰望 我就是 那個道德高 中國大陸的道德高度 我都回不了他了 他都免得給我回鄉證 我這些 私德有規的人 我根本沒有回鄉證 所以我根本 只可遠觀不可洩援 我明白的 但是你也要考慮一下那個市場 有時候真的是水清則無宜 沒有就是這樣 喂 這個100元是不是新課金來的 彤彤有100元 彤彤演出及節目完成度很高 娛樂及資訊具備 咦 彤彤300元 哎 彤彤300元做得很好 彤彤扮家宴 很搞笑 扮得很好 哈哈 感謝 渣古說微短劇不是穿越古代 而是穿越自己古代一點 它有幾款穿越的 很複雜的 有些叫穿 有些叫穿越劇 穿越劇就是我們理解的那些 去古代 有些就叫穿書劇 穿書劇就是穿越了入本書裡 就是穿越了入去 呃 即是入了白雪公主的世界 是啊 是啊 而穿書劇是很多的 穿書劇超多的 但是穿書劇為什麼這麼多 我都不太明白 因為 因為有時 有些穿書劇就是 真的有個名著 即是穿越入去 金瓶梅 你明白 有些穿書劇不是的 有些穿書劇那本書就不存在了 蛤 即是他畫 連書都寫了 是啊 即是那本書是他寫的 他穿越了入去某個小說裡面 但是那個小說其實是他寫的 我不知他為什麼 我不知他為什麼要這樣寫 氣中氣那些是穿劇 穿戲劇 是 穿了入去某部電影裡面 是 穿了入去某個劇集裡面 那些這樣 是 是很多穿的 接著他穿越又有分穿越和快穿 還有又有護穿 即是快穿就是一閃就穿了那些 護穿就是你會穿了進去 又會穿出來 就是他預算那麼低又拍得那麼快 他的穿越是不是很溜溜的 還是都不夠的 因為我沒有看過穿越劇的短劇 不是 他全部都有小說底的 其實你現在看那些 多數微短劇拍得那麼快 其實全部都是 那你的製作呢 即是穿越代迪根斯他們那些書裡面 那你那些年代是不是很夠 那當然夠得很重要 當然夠得很重要 即是我穿越去泰廳力 那你也有泰廳力 那就是為什麼直賭片 直賭片拍少許多東西 這個就是直賭片的優勢 船只有半輛 是啊 很少 那他找什麼裝扮船 你只有半輛也有船 畫牆 不是啊 那你那些 你看那些霸總劇來來去 都是只有一間屋 只是公司和屋 他沒有其他地方 還有那些穿著西裝很欲酸的 有些未紅 未是很紅的霸總 開始慢慢 現在其實質素比較好 因為開始紅 對 穿著西裝很欲酸 做霸總 那就沒有那個fantasy 不是啊 因為 首先有些大陸人就不懂得看 首先第一件事 他在農村 他夠知道嗎 他不知道 都覺得壓本錯了 他看不出來 有時候是 就是 為何我們會看得出那件西裝欲酸 是因為 你其實看到他夾的 其實你夾的那些位置 你就知道他那件衣服不適合 但是其實 還有 直到是真的拍了很多東西 直到是少了很多東西 那他 一橫到就很不同 一橫到 還有 直到是 爲什麽直到可以 手機直屏 會令到那個 會令到 一橫到手機直屏 coast up 新高又變得不太重要 哦 所以會有很多 小粒的女主角 那些小粒的女主角 那些多數都是網紅 嗯 而其實小粒才做網紅 因為 因為做演員 是真的 很 你過不了第一批的 你的身高不夠 不要受傷 我知道了 譬如 除非你本身已經紅了 如果不是 你在 你由群眾演員那一部分 就已經被人篩走了 如果你慢慢做上去的那些演員 嗯 你一班工女在這裏 你都會希望他們的高是一致的 是 你很少會一班工女 會有角落 是的 變成他們就會在那裡 網紅 因為網紅不覺得 網紅手機這樣對著 不覺得 而直倒片的微短劇 就讓這班網紅有得做演員 嗯 這班網紅有得突破了那個位 因為拍 直倒的時候就不太覺得 嗯 直倒的時候也很少會有 一堆人這樣站在那裡 那直倒的時候 是不是這樣對也少呢 就是通常都是 剪我這邊 然後再剪你這邊 那樣 就是什麼 不是啊 應該這麼說 橫倒片的時候 橫倒片 橫倒片的延情 你會多 2 shot 撞放 嗯 但是直倒片 它疼起來才撞 如果單獨講對白 就是拍你拍我 那身高差就不明顯 嗯 那身高差就可以處理到 就是 橫倒片 如果拍過二人對戲的這樣 那你就要 你怎樣也撞一撞 你怎樣也撞一撞 你怎樣也要撞一撞 你怎樣也要 多數都是2 shot 還有有時候會有環境 shot 直倒片首先拍不到環境 shot 那就不用考慮了 是不是 然後二人對話的時候 你一個 close up 我一個 close up 那就看不到那個關係位 看不到那個關係位 就不知道大家的身高差 那身高差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貼起來的時候用 用來供主舖 石 壁當的時候 貼起來的時候 那個身高差又有優勢 這樣會不會令到 那些男主角就越來越高 女主角就越來越高 所以它出現了一個很奇葩的 但是很奇蹟的那件事 我覺得是 又很奇葩又很奇蹟 但是沒有了 現在正盾了 希望我們找到出路 找到40分鐘那麼長 休息一休息一會 回頭回來繼續